请不吝点赞 订阅 爸 我出去一趟啊 这就走啊 不是您说 该怎么做得自己拿主意 任何事情脱来脱去 不是办法 你去找他 他来找你 你哪真是心有灵犀呀 真正的夫妻没有过不去的坎 你们俩好好谈谈 来 王大正好像有两天没来了吧 他两天没来你就问他话吧 那是啊 你看每天我们俩一块跳舞的时候 又蹦又跳的 你别说 我这身体恢复得还真快 而且吧 这一天的日子也过得特别快 所以他不来找你你就去找他 结果把脚就崴成这样 是意外 好好好 妈 你都不知道 王大冲啊 我有他们家 我气了我就不想走 你想象不到吧 他 他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人 他还会生活了 你看 他们家 还有他为了有鸟 有鱼 还养了好多小动物呢 他还起大挂子 你感觉帅呀 坐在上面看 那个风 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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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力量 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 即使再小得翻也能远航 唱 接着唱啊 他就叫我这几句 妈 我跟王大冲删了一下 我想请他帮我找工作 我想出去挣钱 我想给你给悠悠还有时光 给你们买衣服 带你们出去玩 带你们出去吃饭 妈 你这么看着我干吗呀 不是 好了好了 歇会儿歇会儿啊 这 这 这什么情况 信息浪漱的 唐一瓶找我妈了 说要给她一套房子 老太太没要 你确定 我确定 我觉得老太太在房子的问题上 还是挺实际的 不会 她肯定没要 她要要了 要么跟我藏着掖掌 要么她就转窝窝窃地告诉我 她 她绝不会否认的 她那天一回来就跟我说了 所以我断定她肯定没要 反正我们家这唐金锁啊 是摸准了 齐他妈这卖了 老拿这房子做文章 咱俩要再不见面说说 都得给安度陈仓了 她没这个机会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她 把我老婆夺走啊 看你老婆呢 你老婆连家都回不去了 要不然 要不然咱往婚离了吧 为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离 那你想啊 这大姐要是知道 她被离婚了 起码是为了房子 她没准忍了 她要是知道咱俩结婚 万一咣当逛了又十三年 我可不愿意做这千古罪人呢 你怎么断定她被离婚 她就能接受啊 那当初 她咣当躺下就是因为我觉得 我跟她过得头了 我就说 非要离那就离呗 结果她就咣当一下 她就睡过去了 那现在既是咱俩离婚了 她要真想跟我过 也得上民政局 重新登记结婚去啊 我跟你离婚是我跟你离婚啊 我可没说让你跟她再结婚 我也没说要跟她结婚啊 这不说你非要离婚吗 你不是说要跟她结婚吗 你怎么一直那么不坚定啊 我怎么一直不坚定了 我就是说咱俩都不能离婚吗 你还说结婚 我不爱听 上来要去都把鬼绕进去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 我觉得办法早晚得有 慢慢想就想出来了 这得想到哪一天去啊 想到哪一天也得想啊 办法总比困难多吧 反正我觉得吧 生活嘛 总会有点磕磕绊绊 摔倒了爬起来呗 有弯咱绕过去 有坎咱迈过去 我就这么过来的 我上师范那会儿吧 也不收学费 管出管住 每个月还有补助 还挺好 后来工作了 也结了婚了 日子就那么过呗 后来就病了 我呢在家面对着一个 不言不语 不声不响的媳妇 在学校一帮生龙活虎的学生 反正生活越走 全嘴也窄 就剩下魔方了 后来你就有了我了 有了我呢 你的生活呢 就开始有麻烦了 我怎么成一个大麻烦了 你别这样想行吗 怎么是你是麻烦啊 那你看有了我了 你反大反难了 那不就是我就是麻烦吗 那你个妈偏得觉得你是麻烦啊 你要把问题想得简单点 不就不是麻烦了吗 就是有点矛盾不是吗 把矛盾解决了 不就没麻烦了吗 那怎么解决啊 怎么解决 怎么解决 也不能离婚 真离了婚了 他们俩倒高兴了 谁啊 唐一品和王他冲啊 你想啊 我要真跟你离了婚 我就跟他们俩一样了 也是你离了婚的前夫 我们仨就平等了 在一条起跑线上 对 公平竞争 谁也没有优势 挺好 开玩笑归开玩笑 反正不能离 办法没有慢慢想呗 想出办法了呢 老太太也不伤心了 英春也不伤害了 咱俩人的日子 也就好过了 你说呢 手机呢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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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兜里穿着呢 有事往家里打个电话 别想上回事 让全家人找你 我知道 还有 到王他出门以后 那个刘慎 看那些宠物什么乌龟王 别再踩着 摆着脚 妈 我出门 你们快上孩子了 那可不得嘱咐吗 不嘱咐就得出事 这 你 你心情病吧 没事 闲得约我到这儿来看堵车是吗 你真有问题 我明白了 现在的这个路况呢 就相当于你心理的状况 对不对 怎么样 用不用我这个业余的心理疏导师给你疏导疏导 来劲是吧 你有这么好心吗 你想不想想的话 我现在就给你疏导 那这么说的话 我还真得仰视你了是不是 请教归请教疏通归疏通啊 不带侮辱人哪 真想啊 悠悠是真心喜欢你 要这样就没有劲了啊 真心喜欢我弄我跟他表白 然后弄得我们俩差点连联系都断了 这说明你根本就不了解他 这样吧 我跟你从头说起 由于从小呢 就天天看到他的爸爸妈妈 吵来吵去吵来吵去 十三年前有一天 他的爸爸和他妈妈吵得非常的严重 致使他妈妈过于激动变成了职务人 虽然说他从小就知道 结婚离婚职务人在三者之间 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但是他从小呢 就对婚姻和家庭有了一种恐惧的心情 这样说你明白了吧 难怪啊 高中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的关系一直特别好 突然有一天他就对我不理不睬 然后直到高中毕业之后都没有联系 这么说从那会儿开始他就 他就是真心喜欢你 因为他真心了以后呢 他这个自我保护模式啊 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就致使呢 他对这份真情断然止步 兄弟 其实我呢还是很羡慕你的 虽然说我们两个从小吧 就是青梅竹马 应该说我是进水楼台仙乐乐 但是从小的时候呢 我们两个的感情 就没有更深一步地发展 这么说 两条非常亲密的平行线 从那个时候就从未交叉过 悲催啊 干吗来这么判处啊 我 我说的还不够真诚 我知道你别有了感情 特别深厚 但是就真的啊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 我是这样一个豁达的人是吗 那你从现在开始 是不是应该真正地仰视我呢 舒达得怎么样 走吧 串儿皮 我请客 你要这口就等你这牛话吧 是 回来了 您又把握上了 行了啊 甭擦了咱家够干净的了 童春呢 出去了 出去了 您的胆可太大了 敢再让她一人出去 我不是看她身体和精神最近不错吗 再说了 我也不能守她一辈子呀 这放单飞那是早晚的事 够时髦的呀 连放单飞都会说了 老看电视剧还不会说呀 不是还有那么一句呢吗 冤芳 你怎么看 是 嬴春是不是让王大冲他们家了 嬴春说呀 给王大冲打电话 不是关机就是没人接 供着呀 是上王大冲那儿去了 看来这王大冲是躲着嬴春呢 连电话都不敢接 你听谁说的呀 悠悠啊 说王大冲这几天愁的 只看心理医生 我们嬴春没那么可怕吧 王大冲相装五件一白配工 他死一白脸往咱们家挤 是冲着婉华来的 这嬴春要是给他贴死了 那他也不亏什么呀 你嬴春哪配不上他呀 真是 不是 我是说呀 这事要传出去 人家会说我 为了自己的幸福 不择手段 把嬴春这个前妻 往人家那儿推 你都说她是你前妻了 你不管她正常 你管那是情分 不能说你什么呀 你们都已经离婚了 就是有人说闲话 那人也得说是她亲妈 想甩这包袱 有你什么事啊 那可谁得托付一个靠谱人呢 你倒是靠谱 可你们从前过的什么日子呀 妈您看您 别说了 就我看王大冲啊 都比以前靠谱多了 是吗 这主要的不是因为嬴春吗 嬴春瞧她顺眼 瞧她满意 你要瞧她不靠谱 我也不死气白了坚持 前提是 你给我找一个靠谱的嘞 我又不是她妈 她的婚事我可做不了主 你这么结了 她今天出去之前呢 瞄眉画眼的 可是捯饬了一番 把自己弄得挺美 美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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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嬴春那条件 不会吧 对不对 不得实际 也太危险是不是 再说了 她现在还以为是你老婆呢 那么干就是红杏出墙 我归你做不出这事 那您就别瞎猜了呗 来了 说回来就回来了 来了 叫什么 叫什么 叫小姐 改名 让 lib 听明白了 你想跟我们家悠悠继续交往 可是我们悠悠对你的态度呢 忽冷忽热 飘忽不定 所以呢 你想跟我们这儿 多了解一下悠悠的情况 好跟她继续发展关系 是这意思吧 对 差不多吧 我怎么听来听去 觉得浩浩好像在说 咱家悠悠有心理问题似的 悠悠这个心理 咱们家悠悠是心理医生 专门给别人解决心理问题的 她怎么可能自己心里有问题呢 就是啊 对对对 其实 其实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让您知道 我真的特别地关心悠悠 而且 另外她这个心理的问题吧 你就是太着急了 公道自然成 你干什么小萝卜 多耐心啊 小萝卜是挺有耐心的 可是悠悠对我 总是乐呵呵 没心没肺的 我搞不清楚 多好的脾气啊 哪儿找去啊 我们家悠悠没挑 我们悠悠啊 最近准备考研呢 复习也比较紧张 自己租房在外边住呢 你要觉得你心里憋得 需要书 不是 就是你 不方便到心理医诊所去 干脆直接到宿舍 跟他聊聊的 不是 您是觉得 我这心里 不是 我就是说 你干脆直接找他 跟他聊不就完了吗 我 你让他给你看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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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 你怎么装没看见我呀 你怎么到这儿来找我来了 你没看见这儿是女生宿舍 男士纸布啊 男士纸布我没上去啊 我来不是约你共进晚餐吗 我有告诉你啊 复习期间 我是杜绝任何人 以任何形式跟我接触的 哥哥 我来呢 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帮你 完成你的复习计划 我在这儿可以 帮你杜绝任何人跟你接触啊 你 同学 同学 你们来干吗来了啊 我跟你说 不能跟又接触打扰到复习 你知道吗 我想去这里 你们住这儿 那请进啊 搞得这么保安室的呀 不是 干吗 你吓着人家了 真懂啊 喂 华姨 喂 悠悠啊 听说你在外面租房子了 是不是要考试了 家里夫妻太吵了 不是 其实我从家里搬出来的原因 主要是 华姨 那个 又又搬出来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儿的环境特别好 吃饭的 通俗馆什么的 都特别方便 我在那儿看着它 你就放心吧 华姨在呢 明白了 明白了 华姨明白了 行行行 好好好好复习啊 你们复习吧 好 那好嘞 那怎么着 再见 好 看吧 华姨肯定会误会咱俩的 不会 华姨很单纯 才不会想那么多呢 而且我帮你解决这个电话 是为了给你节省时间 让你更多的时间去复习啊 谢谢啊 那你任务完成了 回吧 没有 我们还没共计晚餐呢 现在呢 你上去复习 我坐在这儿等你 等你好了之后 我们去吃好吃的 来着 我可没点啊 回来了 怎么了 生什么气啊 他们全都不要了 行了 行了 来 来 来 先吃饭 先吃饭 他们 他们是谁啊 生什么气 我去应聘工作 他们居然嫌我随数大了 还嫌我生命的年头太长 跟社会脱节了 不聘用我 我就说 我已经把蜡下切的 社会常识我都补回来了 不信 连一个适用的机会 都不给我 想当年我当领导的时候 从来不歧视那些 上了岁数的人 残疾人 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我 你没有那么大岁数 再说你也不是残疾人呢 别那么假不假实安慰我 他们一个个都歧视我 嫌弃我 你也一样 怎么说着说着 又说到我这儿来了 那你不嫌弃我呀 行 我问你 妈 你先回避一下 我回避一下 坐吧 妈 我问你 为什么我病好了以后 你都不进我屋呢 我不进你屋 也不是嫌弃你呀 那不是嫌弃是什么呀 你不是一个人睡习惯了 你是跟别人睡习惯了吧 不想跟我在一块了 我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虽然你以前脾气不好 但是真诚 现在你都学会撒谎了 颖春 颖春 换衣服 洗手 吃饭 咱们吃饭 不想在家里吃嫌饭 你都出去工作 谁都不要了 回来跟我斗气 怎么会是我跟你斗气呢 我也希望你出去工作呀 原来你愿意我出去工作呀 你是不是想想骗我出去呀 你要干点别的 你说着说就说歪了 我说到心事了吧 颖春 颖春 你少说两句 不是 你这 跟你说 唱了一辈子了 还不长点记性啊 妈 你像着谁呀 我像着谁呀 我还不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 回回我说这事 你就说我想吵架 那 那他有曙光 跟李文华做出这事 都是对的 就是应该的 我也没 没这么说呀 我就不明白了 他有曙光在我躺着的时候 十几年如一日 有情也有的照顾 为什么呀 难道就为了年年的 我好家庭当模范丈夫吗 那也不是我想当的呀 不想当你当了十几年了呀 外人都知道 模范丈夫 拿奖状 上报纸 被你知道什么东西 什么玩意儿 道德败坏 杨小三 你 你 你怎么啦 别说了 别说了 我说对了吧 不敢承认了吧 我没什么不敢的 我是怕你 盈川 你是要替死你妈是不是呀 妈 我气您干嘛呀 人总得讲原则 分清是非吧 咱们家的事情 要是能说清楚 就不是现在这样了 妈 您别跟他说了 你还不让我妈说话了 不是呀 你们俩什么串头好了的呀 我 没有啊 没有 那有道理你说你说 有理你就说 说 不跟你说 好 啊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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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媽媽,我走了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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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大衆那兒去了 您怎麼知道他 我大媽的女兒上哪兒 我還不知道 這也掛相 心情 看心情就能知道去哪兒 這王大衆可不是個靠譜的人啊 萬華當年最了解的 話不能這麼說 這王府看綠豆蘆水點豆腐的事 當年萬華看王大衆 那肯定是越看越不靠譜 越看越膩味 那不能說明人家王大衆不好 這迎春看王大衆那就不一樣了 是越看越有味 那可是 你是沒看見 那迎春一提起王大衆 一副迷開眼笑 守護足導的樣子 當媽的對孩子沒有什麼太多的要求 尤其對迎春這種撿回一條命的人 只要他高興我怎麼著都行 誰要是反對 那我就讓他也知悟一回 讓他也嘗嘗那睡不醒的滋味 沒反對呀 我現在都不能表態 就他衝我這勁兒 我說贊成這事都得吹露 我是他 喂 瞎吓我這一條 我 還正說要去找你呢 这两天没练呀 不过这浑身价格 那你怎么不去 还笑 看我玩笑呢 还让我这个师傅亲自来上门呢 我这不是有笔账没结吗 这不正跟人家合算着呢 这工程这事就那么麻烦 麻烦呀 你这挣钱都麻烦 你好歹还有个事做 你不像我 闲人跟哪都有点多余 这 这 这话说的呢 你可不多余 就咱们两个这个组合 缺谁都不行 那咱今天跳起来 好 这得不错 我这得不错 我这得不错 你这得不错 冯冠这弄了我 谁给你闹着玩啊 又这一下又这一下 早知道今天来 我是不是接你一趟不就完了吗 打个电话啊你 早知道这儿那么难找 我才不来呢 这可是咱们小区的周转房 你看见了吗 围气少 空气好 那 公交车 直接到达这个小区门口 我要是每天从这儿去上班 我得自杀多少回我 别急 现在我就带你去参观一下 这个高级小区 走走走 等等 我听说你辞职了 这唐窦窦的嘴可够快的 什么都跟你说了 是 我是辞职了 以后啊 我再也不用哄小孩玩了 别劝我 你放心 我这次啊 是真的 最后一次 我是不会回去 谁劝你啊 这哄小孩有什么前途啊 是吧 但是我倒是听说 这唐总准备升你 做他的高级经理 这不是你进他们公司的 第一志愿吗 那个 真的假的 我悠悠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那个 没用了 辞职信弄交完了 是不是这个 我那辞职信怎么在你这儿呢 我觉得写得挺好的 我准备留着备用 那个 要不大家 我带你去参谎参谎咱们的小区 好 起架 走 你说这人真是挺怪的啊 这迎春跟我吵 我烦 那看着迎春跟王大冲越走越近 其实这对咱们挺好的 可是又觉得心里空了 空了 都不踏实了 那你就跟大姐过吧 挺好的 谁也不吃亏 你不厚得了吧你 对 迎春 这恢复了 也恢复大劲了 像十三年前似的 有事跟我吵 没事跟我吵 整天指着我鼻子跟我吵 你就高兴了 吵就吵 你都习惯了 不算是 那我是 十三年前那不是习惯 那是没辙了 现在 一想起来 要是那样 撞墙死的心都有 你撞墙想死的时候 没想我吧 我 我 我没撞墙 那不就是因为有你吗 其实王大冲挺好的 他除了爱玩 没有别的坏毛病 他也不坑谁 不害谁 挺好 也就我那会儿年轻 容不下他 要搁着这会儿啊 我也就不离婚了 改造呗 改造不了他 还改造不了我自己嘛 是吧 我觉得你当初离婚的决定 挺正确的 你要是改造了你自己 那现在我怎么办啊 其实你说他对逗逗吧 比对浩浩还好 跟哥俩似的没大没小的 其实是个爹 逗逗最近怎么样 好些人都没见着他了 你新搞设计呢 唐一品的事他也不管了 逗逗跟我一样 二 逗逗那点二其实挺可爱的 当初要不是他 誓死保安那小楼 现在后果不堪设想 给我召回一个唐一品 那爷给我弄来了个唐一品 还俩唐一品 那可不是嘛 一个对你甜如蜜的唐金索 一个想给我下披霜的唐一品 其实没那么坏 只有你懂得欣赏我这些小玩意儿 这是真的呀 我就觉得吧 到你这儿来 看看你这些小东西 一下心情就特别美 还 还喂不 来 不用 不用了 你这话呀 说得我心里真的很舒服 我不愿意让别人说我 什么老大不小的呀 不务正业的呀 这 这个爱这些玩意儿什么的 我不爱听这话说的 那是他们不懂欣赏 我觉得你过得特别有滋有味 这 甭管你这话啊 真话假话 别再夸 再夸 我可就找不着北了 我 是真的 绝对是真话 你电话响了 可以结账了 好好好 行行行 那你 你放心 我 我一会儿就到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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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呀 那个 我 你是要出门 对对对 骑那个 我当然骑挂子 那不 我跟那你一块儿吗 不是 我想 可以啊 再做一次 我明白了 你还想感受一下 风从耳边 刷刷吹吹过去的感觉 头发 腾腾腾腾腾腻起来的那种 是 就是那种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出发 走 悠悠 你说你爸也不回来 是你妈也不回来 我这儿做了这么一桌子菜呢 你看 你呢 什么 你在小萝卜家吃了 得得得 好 问你萝卜爷爷也好啊 哎 好嘞 萝卜爷爷爷 你再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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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回事 那么多人呢 这跟 跟 这么多人 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你不就别 别管他 你啊 就 就在这儿等 等 等我一会儿啊 我一会儿就回来 别瞎跑啊 你上去吧 那我来帮你拿 你不用 不用 不用 你坐这儿就行了 没事 没事 上次八方街拆迁 就碰到评估的问题 这一次又是评估 你同样的错误反复地犯 下话呢 这就是愚蠢 不是要给咱公司省点钱吗 省个屁 现在政策越来越透明啊 拆迁这种敏感的事情 我们怎么敢碰啊 老百姓心里的账 算得比你我清楚 现在我们还得回到政策上 去办事吗 还要给你去擦屁股 还得打发媒体 省在哪儿了 省了吗 省点试点啊 省点试点 老孙的 老孙的 你给我省点心吧 我挣进的钱 再让我吐出来 还要再加入罚款 你自己算算 要几个亿才能了 你给我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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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跟你说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是来 你们财快打电话 让我来结账的 不是 你这财信 就不然 不是 不是不是 我跟你们唐总都熟得很 我就是来 把钱一拿就走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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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车上 那是我的车 我确实是他们人 慢慢 我们 不是没有闹事的人 快快 这些事 我怎么办 你为什么 过来 大家静一静 静一静 先静一静 静一静 干嘛呢 我首先问一个问题 大家都是来解决问题的吗 不然大说天 谁在这儿候着 是不是今天必须把问题解决好 对 太好了 我能帮助大家 那大家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吗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干啥的 是这样 那个外头有人等着我 你们宝汉又不让我进来 这种事情我们公司见多了 我管不了 不是我是我的账的事 管工章的人不在我没有办法 那您得想个办法 我想不出办法了 别看了 忙你的去 唐总 我知道 我看见了 我告诉你啊 不管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把事情解决掉 您放心吧 唐总 我一定尽力 一定尽力 不是尽力 是一定要解决 不要使事情扩大 真是 好 我听明白了 大家就是说的主要是 拆迁补偿的问题 对吗 对 咱们就是几个人 是是是 我们家也经历过拆迁 那您一定有接啊 您跟大家伙说说 不 我个人没有什么经验 是我们家的人办的 不是 那您跟我说说 当时你们拆迁是不是 那个多增举的平方米数 你是说面积是吧 对对对 面积 我觉得吧 每家有每家的办法 而且开发商 肯定都不是一家是吧 对对对 我特别想知道啊 大家今天来 最主要想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 他们搞突然袭击 不口洞前 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是我家 还想给你口洞前 别说你们俩的事啊 听说今天我们来的主要目的 是他们找的这个评估公司 我们坚决不能同意 好 听听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大家最主要的就是 对拆迁这个评估公司 有意见是不是 对对 大家的意思是想 重新换一家评估公司 对吗 对对对 然后希望评估的结果 更公正一些 是吧 是吧 不是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好不好 如果相信我我就说 咱们这样闹不是办法 最好呢 咱们选出来几个代表 然后呢 让这几个代表 跟他们老板谈 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可以解决 不要让我去 我去吧 让大家上了选一下吧 我就可以 你想去 对对 我去 还有谁 你们上去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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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三个吗 你们三个是吧 好 非常好 你们三个先等等 来 呃 呃 保安层 这是这样的 你看 我们选出了三个代表 呃 能不能请你啊 跟你们领导沟通一下 让他们三个进去谈 应该不是问题吧 就我们三个 就我们三个 大婷 我谢谢你 但是这不是我的工作办法 不是 您就帮我们联系一下 三个还剁不着手 对 我来处理 我来处理 呃 我是这儿的负责人 呃 你们这代表都选好了是吧 选了三个 呃 呃 那好 请进来吧 咱们坐下来好好细谈 啊 好 来 我会啊 进进进进 我会说你们了啊 呃 呃 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 这样 我问大家 他们三位是我们亲自选出来的吗 对 对 我们相不相信他们三个 是 既然相信他们 我建议大家先回去休息 咱们先散了 然后在家等着他们的好消息 好吗 好 可以 那好 那大家都算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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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先回去吧 谢谢你啊 哎 不客气 哎 那个我 我能接一下你们厕所吗 可以可以可以 来 我带你来 哎 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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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唐总 外面聚集的人群 算了 哎呀 真的 哎 你这次做的工作不错了嘛 哎 后面的措施可要跟上 千万不能反弹 真受不了 我马上就和他们代表坐下来戏谈 嗯 他们主要是不希望咱们指定评估公司 这不是不能商量 嗯 还有一个问题 好 想想您请就要说说 嗯 其实刚才事态的平息 完全是由一个不相干的人 从中做了很多工作相干的人 对啊 做工作啊 嗯 什么人 嗯 他目前没职业 嗯 以前做过工户工作啊 哦 那难怪 嗯 嗯 他能说会道 哦 能能善变 哦 所以事态 才没有被激化 哦 哦 那这是个人才啊 嗯 我们能不能拼用啊 嗯